之前咱学了物体的运动 为了细致的研究物体运动状态的变化 咱需要一些能记录很短时间间隔的计时工具 打点计时器就是这样的计时工具 常见的打点计时器有两种 一种是电磁打点计时器 另一种是电火花打点计时器 先说电磁打点计时器 它用的是低压交流电源 工作电压在6伏以下 当电源的频率是50赫兹时 它就每隔0.02秒打一个点 它内部的结构是这样的 通电时钢制黄片就被线圈磁化 当线圈中通入的交流电为正半周时 电流方向就是这样 黄片右端为N级 永思体的磁场就是黄片向下运动 震震就在直带上打出一个点 当交流电为副半周时 电流方向就是这样 黄片右端变为S级 永思体的磁场就是黄片向上运动 如此反复作用 黄片就震动起来 因此它每两个点的时间间隔 就是交流电的一个周期 于是震震就每隔0.02秒 向直带上打出一个清晰的点 说完了电子打点计时器 再来说说电火花打点计时器 它是利用火花放电式磨粉 在直带上打出磨点 它用的是220V的交流电源 当电源的频率是50Hz时 也是每隔0.02秒打一个点 按下开关 计时器就按照交流电频率 火花放电 于是在直带上打出一系列的点 而且在交流电每个周期放电一次 因此打出点间的时间间隔 也等于交流电的周期 当电源频率是50Hz时 它就每隔0.02秒打S点 这两种计时器 计时基准都取自适用交流电的周期 所以每两个点的时间间隔 都是0.02秒 电火化计时器不需要接触时的打点 因此减少了一部分 对直带的摩擦阻力 如果把直带跟运动的物体 连接在一起 打点计时器 便在直带上打下一系列的点 这些点既记录了运动物体 在不同时刻的位置 也记录了相应的时间 通过对直带上点之间的距离的研究 可以了解物体的运动情况 好了 关于打点计时器的基本结构和原理 就讲到这儿 快去做个题吧